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里根号航母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战术训练 专家称美军想把自卫队纳入其指挥体系 美欧持续向白俄罗斯施压 普京力挺白俄罗斯与卢卡申科会团长达5个多小时 两人还一起乘游艇出海 越南发现新混合型变异毒株 马来西亚将实施全面封锁 西东坡在线抢购与藤货潮 目前美国驻亚洲主要国家的大使位置 仍然处于空缺状态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 拜登已经决定美国驻中国日本印度大使人选 很快将会公布 其中驻华大使人选备受关注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的人选 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据美联社 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媒 5月27号报道 拜登政府对驻华大使岗位人选的审核 已到最后阶段 尼古拉斯伯恩斯或将获得这一岗位 尼古拉斯伯恩斯是谁 伯恩斯1956年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 现在是阿斯鹏战略集团和阿斯鹏安全论坛的执行董事 同时兼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 伯恩斯曾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27年 横跨从里根到小布什四届政府 历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驻希腊大使 驻北约大使 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具有丰富的职业外交经验 美媒称 伯恩斯是同时受到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赞誉的职业公务员 拜登政府为何选择伯恩斯 自特朗普政府推行对华施压战略以来 美国驻华大使岗位 一度被华盛顿政治圈视为烫手山芋 承担这一职务意味着 将自动站在白宫政策的前线 背负巨大的责任和压力 2020年10月 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之际 时任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离任 此后 傅德恩出任临时代办 美国驻华大使的岗位 自此出现长达半年多的空缺 分析认为 伯恩斯对中国的看法相对务实 和美国国内的极端派形成鲜明对比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 美方的新大使人选 可能是向中国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 显示美国总统拜登正认真对待两国之间的互动 伯恩斯的到来能否改善中美关系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多次用竞争一词来定位中美关系 4月末 拜登在美国国会发表上任百日演讲时表示 美国将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寻求冲突 他在演讲中多次把中国放到了一个 正逐步逼近的追赶者的位置上 并借此呼吁美国行动起来 赢得21世纪的竞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曾指出 当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将遵循合作竞争和对抗的3C准则 当地时间5月26号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在一次在线活动中说 在对华的问题上 政府现在有了一套新的战略参数 对华接触期已经结束 他说主导模式将是竞争 美国的目标是让这成为一种稳定和平的竞争 激发出美国最好的一面 对于坎贝尔的言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斯德 5月28号 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 美中关系的焦点或许是竞争 但拜登政府可能会积极应对这一局面 他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新的对华战略感到乐观 对于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打着竞争的旗号 行封闭排华 遏制打压中国之时 美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 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 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 同中方相向而行 加强对话管控分歧聚焦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博恩斯的到来能否改善中美关系 有专家认为 博恩斯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 在中美危机管控中 他可能会发挥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博恩斯的外交经历 涉及到俄罗斯 欧洲 中东 印度等等多个方向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预示着拜登政府 实际上是试图全球的国际事务靠架下 来处理对华政策 另外一个方面 博恩斯在两党总统执政期间 都得到过重用 所以应该说是一个 两党都能接受的人选 选择这么一个人选 也暗示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或者战略 是要谋求美国国内的两党共识的 那未来博恩斯如果被提名 并且能够顺利就位之后 我更感觉它个人化的一些作用 在战略方向上的意义 应该说不会非常大 至少不会给中美关系 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负面情况 与此同时 美国驻日本和印度的大使人选 也即将公布 其中拜登将提名前芝加哥市市长 伊曼纽尔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美驻日大使的职位在前任大使哈格蒂 2019年7月离任后一直空缺 目前由首席公使约瑟夫洋 任临时代办 伊曼纽尔曾在克林顿时期担任政策顾问 2003年至2008年担任国会议员 2009年起担任奥巴马白宫办公厅主任 2011至2019年担任芝加哥市长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在担任奥巴马办公厅主任期间 他负责政策协调工作 并深得拜登信任 历史上 美国总统不乏让自己信赖的好朋友 同时也具有知名度的政治明星 担任驻日大使的先例 奥巴马时期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之女 卡罗琳·肯尼迪就曾担任这一职位 伊曼纽尔本身并非日本问题专家 舆论分析认为 拜登更看重他的政治与沟通能力 而现任洛杉矶市长加切蒂 将被提名为美国驻印度大使 加切蒂自2013年以来 一直担任洛杉矶市长 是民主党内中生代的代表人物 与拜登关系密切 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 在拜登的竞选搭档选择等问题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拜登政府选择职业外交官史华 应该说反映出来对华事务的特别关注 但同时派出没有外交经验 但是在民主党内部 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且被传的与拜登总统本人 具有一定私交的两个人选 分别驻日和驻印大使 班认为如果大使和总统具有一定私交 这就意味着他可能是可以直接 和白宫保持相关联络的话 反而实际上是可以实现在第一时间的密切沟通 所以这样看来可能这两个安排 也再次反应出拜登政府 希望与日本与印度等国的密切沟通 维持他在相关地区的主导地位的战略意图 即将离开亚太地区的美军里根号航母 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准航母进行了战术训练 此举被日本媒体解读为 遏制中国海上扩张 日本海上自卫队5月30号宣布 被称为准航母的直升机护卫舰 伊士号26号到29号在冲绳东部海域 与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 举行了战术训练 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下落号 以及补给舰佩科斯号也参加了此次演习 日方出动的伊士号全长197米 宽33米 具有航母标志性的全通行甲板 总共可携带11架大型反潜直升机 或者扫雷直升机 据独卖新闻报道 伊士号经过改装后 可以起降F35B舰载战斗机 和MV-22鱼鹰轻转悬翼机 今年5月 伊士号还在东海参加了 日美法澳设想离岛防卫的训练 日本共同社称 海上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周边 多次与各国展开训练 据分析意在牵制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里根号航母是在离开亚太之际 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训练 近日 美国军方作出决定 将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里根号航母 调往中东 掩护美军部队从阿富汗撤军 那么在离开亚太之前 里根号为何要抓紧时间 与日本自卫队演练 从美国海军角度来说 不断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航母 而且不断地在这个地区 包括在东海南海进行演练活动 这也体现出美国海军战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 那么过去的话 我们看到美国海军主要是在潜水区向岸上 投送打击力量 但最近的时间 特别从去年7月份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海军的航母 开始大洋交战的这样一些对抗 背景就是要跟中国进行所谓的海上争夺 尼米兹号航母舰长曾经说过 因为中国海军也有了航母 所以现在拉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航母对抗演习 我觉得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的 就是要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力量 纳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 跟中国进行海上竞争的这样一个战车上 与此同时 美军在西太的部署行动出现了新变化 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网站27号报道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比尔·梅尔兹表示 美海军年内将向西太同时部署四艘滨海战斗舰 而2022年这一数字或将达到八艘之多 目前美军在关岛部署了塔尔萨号和查尔斯顿号 两艘滨海战斗舰 与美海军的导弹巡洋舰 导弹驱逐舰 以及两栖攻击舰等其他水面作战舰船相比 滨海战斗舰 凭借其灵活的任务模块组合和卓越的机动性 可以在近海作战中发挥独特的作战优势 东海方面 目前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 已经实现常态化巡航 这也让日本愈发焦虑 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29号报道 为牵制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的活动 日本政党 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确定方针 将共同向国会提交自卫队法等法律的修正案 要求自卫队承担起中国海警局船只的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活动 并且在执行警戒监视活动时 若遇到自卫队员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 允许队员在不超出自卫范围的情况下使用武器 另据日媒报道 目前在日本众议院拥有最多一席数的在野党 立宪民主党 同样拟向国会提交有关强化海上保安厅的法案 其主要内容为制定海上保安厅装备扩充五年计划 并设立法案警备准备行动 允许自卫队在海上保安厅出动时 提前在周边待机 5月中旬多家日本媒体披露日本2021年版 防卫白皮书草案的部分内容 草案中诬称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活动 违反国际法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活动 是行使本国固有权利正当合法 银行班紧急降落事件 欧盟和美国威胁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 关键时刻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举行会谈并一起乘游艇出海 充分展现了对白俄罗斯的支持 在西方国家接连对白俄罗斯施压的背景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5月28号至29号 在俄罗斯海滨城市索契举行会谈 其中28号的会谈长达5小时15分 卢卡申科向普京介绍了瑞安航空客机 在白俄罗斯紧急降落事件 并展示了相关文件 目前 卢卡申科政府正处在 航班紧急降落事件所引发的政治漩涡中 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客机5月23号 因炸弹威胁紧急降落在明斯克国际机场 有西方媒体报道 白方称客机上可能有炸弹 并派遣战机逼迫客机在明斯克降落 继而从乘客中逮捕一名支持白反对派的 白俄罗斯籍记者普罗塔谢维奇 白俄罗斯方面发表声明说 被捕者涉嫌多桩刑事案件 因此被国际通缉 执法机关根据合法理由逮捕他 欧盟对这一事件反应强烈 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 24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白俄罗斯迫使飞越其领空的航班迫降 并抓捕机上乘客的做法 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禁止白俄罗斯航班飞越欧盟领空 连日来 白航空公司不得不取消前往十多个欧洲国家的几十条航线的飞行 白宫28号也宣布 华盟将重新对九家白俄罗斯国有企业实施全面制裁 白宫新闻秘书普撒基说 拜登政府官员还在与欧盟和其他地区盟友讨论采取一致行动 对白俄罗斯政府关键成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 卢卡申科说 西方国家对白俄罗斯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不可理解 普京说西方国家对瑞安航空客机在白紧急降落的反应是情绪爆发 普京指出2013年为抓捕因曝光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窃听行动 而遭通缉的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 美国曾经强迫玻利维亚总统专机在奥地利降落 西方国家对此却保持沉默 俄罗斯媒体指出西方国家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明显是一盘谋划已久的政治棋局 明斯克国际机场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它这一周都是国际新闻的头条 瑞安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后 它突然落入了一个政治棋局中 对手越来越惯于采取制裁的方式 并把这当成绝招 这次也是一样 欧洲各国间似乎在互相提示 跳马 5月29号 普京和卢卡申科一起乘游艇出海 并共进午餐 两人相谈甚欢 俄莫斯科共青团圆报报道称 对于俄白总统此次会面 白政治学家阿列克谢·泽尔曼特表示 普京一句话就摧毁了西方企图推翻卢卡申科的计划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的文章分析称 在地理上 白俄罗斯把俄罗斯与波兰和立陶宛 这两个北约国家分隔开来 迄今为止 白俄罗斯一直充当着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区 在西方考虑进一步孤立卢卡申科政府之际 普京对白俄罗斯盟友充分展现了支持 朝中市5月31号谴责韩美废除导弹指南 并指出美国在试图禁止朝鲜发展弹道导弹的同时 采用双重标准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文章称 废除导弹指南使得韩国可以突破射程最高800公里限制 开发能够覆盖朝鲜全境及周边国家的导弹 这再次表明美国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主谋 报道称美国放开韩国导弹枷锁 试图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进一步激化军备竞赛 来阻碍朝鲜的发展 美国的行为将给朝鲜半岛造成严重不稳定 美国政府制定标榜务实接触的新版对朝政策 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美韩已经明确表明了攻击朝鲜的野心 今后没有任何依据谴责朝鲜加强自主防御 报道还称朝鲜针对的是美国而不是韩国 朝鲜将以以强对强以善对善的原则对待美国 韩联社5月31号报道称 这是朝鲜首次通过官方媒体 对韩美首脑会谈作出回应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美国总统拜登 5月21号举行首次会谈后 双方同意废除韩美导弹指南 这意味着韩国导弹研发 不再受射程及弹头重量的限制 近期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新冠疫情持续扩散 不断出现的变异病毒 让在第一波疫情中表现优秀的越南再遭重创 越南出现新变异毒株 传播性更强 越南胡志明市从5月31号起 实施为期15天的限制聚集措施 以应对近期新冠疫情恶化情况 措施规定公共场所聚集人数不得超过10人 并正在考虑将聚集人数上限收紧为5人 由于当地一所教会爆发了聚集性感染事件 教会所在区域已经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措施 根据规定居民们将实施居家隔离 做到每户隔离 每小区隔离 每方隔离 居民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外出 除公共场所和学校以外 禁止两人以上的聚集 居民必须保持至少两米的社交距离 一些服务场所被关闭 只有一些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商家可以营业 为了防止疫情继续蔓延 胡志明市计划将新冠病毒检测范围 扩展至全市所有居民 涉及约1300万人口 按照日军检测约10万人的进度 预计在4个月内可完成检测 在实施社会隔离之前 卫生机关正在紧急 对两个疫区的所有居民 进行医学检测 越南于今年4月底 出现新一轮新冠疫情 越南卫生部5月29号宣布 越南发现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为此前在英国和印度发现的 变异毒株混合体 越南卫生部长阮青龙说 这种变异毒株混合体非常危险 传播性更强 能在空气中迅速传播 根据越南卫生部5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 越南过去12个小时内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1例 均为社区传染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已达到7168例 马来西亚实施全面封锁 马来西亚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决定从6月1号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封锁 第一阶段全面封锁 将于6月1号至14号实施 届时除必要服务部门外 暂停经济和社会活动 此后如果单日新增病例呈下降趋势 则实施为期四周的第二阶段封锁 届时将放开部分活动限制 如果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 政府将恢复实施现阶段的行动管制令 即允许经济活动 在遵守防疫规定前提下进行 据路透社报道 马来西亚一些城市5月29号再次出现抢购与囤货潮 各大超市门口排起了大长队 马来西亚卫生部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马来西亚过去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6999例 比此前一天报告的9020例有明显回落 路透社报道称 马来西亚这一举措很有可能对全球半导体行业带来变数 因为该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封测基地之一 占了全球13%的封测份额 同时也是全球七大半导体出口中心之一 好 更多内容再来看索素了 当地时间5月29号晚上 包括驻韩美军在内的2000余名外国人 聚集在韩国釜山海云台海水浴场饮酒狂欢 引发当地民众不满 根据当地防疫规定 5人以上的聚集被禁止 但这些外国人不但不戴口罩大声喧哗 还聚众抽烟饮酒甚至燃放烟花爆竹 釜山警察厅当天接到了38起相关举报 随后出动警力抵达现场 但也未能驱散人群 驻韩美军表示已获悉此事正展开调查 当地时间5月29号 印度北方邦的两名男子被路人拍摄到 正在将一具死者遗体丢入河中 其中一人还穿着防护服 视频在社交网络传播后 被大量转发引起娱乐哗然 30号警方将抛尸者逮捕 他们承认与死者是亲戚关系 死者死因是新冠肺炎引起的并发症 目前警方正对这一案件展开调查 5月29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教堂广场上 举行了2021年首次总统兵团卫兵换岗仪式 在乐团的伴奏下 步兵和骑兵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并且加入了步兵菱形编队 多米诺骨牌效果动作 以及骑兵的旋转木马等新的表演项目 此前受新冠疫情影响 总统兵团卫兵换岗仪式一度暂停 据SBS电视台报道 韩国LG电子于今年年初发布了 滑动伸缩屏手机 但随着LG放弃手机业务 该产品上市最终告吹 不过这种新技术显示屏 已引起全球各大手机品牌的关注 三星近日发布的智能手机 就采用了滑动显示技术 手机屏幕可以横向延展约2.5至5厘米 苹果公司已申请了可折叠的显示屏专利技术 OPPO TCL等中国公司也正在积极研发 5月29号印尼一艘邮轮 在起航后约15分钟突然起火 随着火势蔓延 船身很快被大火吞噬 船上近200人不得不跳海求生 他们在波涛汹涌的海中奋力挣扎 紧紧抓住漂浮物 呼救声不断传来 幸运的是最终181名乘客和14名船员 全部安全撤离到附近岸边 据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多位政府官员透露 日本政府即将出台的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观众入场防疫措施规定 观众入场时 必须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且核酸检测必须是 入场前一周内进行的才有效 如果观众有疫苗接种证明书 则不必提供检测证明 核酸检测的费用需观众自行支付 此外在场内吃喝大声欢呼等行为 也被禁止 违规者将被要求离场 近日 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的多项攀登记录 被接连打破 5月27号 尼泊尔官方认定 来自中国的登山者曾艳红 创造了25小时50分钟登顶的记录 成为攀登珠峰速度最快的女性 24号 中国盲人登山者张红 从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 成为亚洲首位征服珠峰的盲人 此外75岁的美国登山者亚瑟密尔 也打破了世界最年长珠峰攀登者的记录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